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今天我要来讨论跟颜色有关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台湾政坛流行一句话叫做绿色是可以被原谅的颜色 那为什么在台湾政坛只有绿色可以被原谅 而其他颜色就不行 因此今天我就想从绿色的这个颜色来着手研究一下 他从古到京到底他代表什么含义 以及当绿色在台湾被台湾这个不要脸的民进党用了以后 他除了被原谅以外 他有没有其他的意义 先说颜色本身是无辜的 而是用的人本身人品好坏 才让人类社会对颜色有了369高低贵贱之分 我们就先从古代讲起 在古时候 绿色是一个比较不好的颜色 以及代表比较低贱的颜色 为什么呢 我举两件事情来做例子 第一件事情就叫做戴绿帽子 第二个事情就是去找轻柔女子 那第一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到现在都应该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结婚以后 要是你的老婆出轨的话 就叫做给老公戴绿帽子 但是说到这边 不晓得有没有人会问说 为什么老婆出轨就叫戴绿帽子 而不是戴其他颜色的帽子 这个戴绿帽子的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 我现在就当大家不知道好了 我稍微讲一下 绿帽子的由来就是 从前有一个人妻 因为他老公常常在外面做生意 很久很久才回家一次 所以呢 他在寂寞难难 空归独守的状况下 他不得已 只好去找了隔壁老王 但是因为古时候既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话 所以隔壁老王 他常常算不准 到底这个人妇今天是出远门 还是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所以两个人在怕被逮到之下 这个人妻就回头告诉他的老公说 老公 你今天要是要出远门的话 那因为你的头发都没有洗 而且很乱很脏 所以呢 只要你要出远门的话 那我就做一顶新的绿色帽子给你戴 这样子你戴出去又体面又帅 而且可以保护你的头发 而你要是只是出门办一下事就回来的话 你就不要戴这顶帽子 因为这顶帽子是专门让你出远门戴的 人妇一听就很高兴说 哎呀我这个妻子真的体贴我 所以呢 人妻就做了一顶非常新非常亮 油绿的帽子给他戴上 然后呢 他再回头跟隔壁老王说 假如看到我的老公 带着绿帽子出门了 你就知道 他这次是出远门做生意 你就放心大胆的来吧 他一时半火 十天半个月是不会回家的 这就是戴绿帽子的典故 也是绿色这个颜色 第一次被人类黑的故事 那讲完的第一个 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青柔女子 那青柔女子什么意思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做特种营业的女子 但是呢 一样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做特种营业的女人 都要叫她是青柔女子 而不是其他颜色的 比如说黄柔白柔或是纸柔呢 为什么叫青柔 其实典故有两个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今天只讲一个就是古代做官的人 他们的官服是有分品位跟级别的 而青色跟绿色 他们所代表的就是最低的最下级 最低见的官员 他们才会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因此呢 衍生出去 他们就把再从事特种行业这样的女人 因为他们在民间的地位也是一样 是最卑微最低下的 所以呢 他们才把这个绿色的颜色也附会到 做特种营业的女子 他们所营业的场所 从此轻头两个字就慢慢的在民间流传开来 这也是第二次青绿这个颜色被人类抹黑的故事 好 那大家忍耐的听我啰嗦到现在 是不是至少有一个基本了解 虽然颜色无罪 但是青色跟绿色在古说代表什么意思 绝对代表的不是可以被原谅的意思 而是代表着做了见不得人 做了下见无耻 做了不要脸的勾当 才会被形容成青色跟绿色的颜色 所以到了现代 大家看看民进党这个垃圾党 他们用的颜色 是不是非常符合 古时候大家对绿色这个颜色 所形容的基本内容 这算不算是历史上的偶然或是巧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民进党执政到现代 他们的所作所为 就是非常符合所谓的男仓女道的行为 为什么我不说男道女仓呢 因为目前看来在民进党搞淫乱 搞出轨 搞婚外情 搞戴绿帽则事情 难多于女 但是呢 对于盗窃国家资产 随便花预算 把纳税人的钱不当钱 这点呢 女道却是比男道还要多 而为什么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中华民国 好好的美丽之道 现在就会变成一个男道女仓的政府 以及男道女仓的社会 其实归根究底 就是因为支持民进党的你们这批人 你们也通通是跟民进党这个诈骗集团 同一批货色的男道女仓之徒 所以什么绿色是可以被原谅的颜色 我觉得这句话大有语并 因为原谅的根本就不是颜色 而是自己 所以在这批看任何事情都是只会指责别人 而不反省自己的这群双标党的加持下 民进党这个就是由这群双标党 他们所衍生出来的化身 他们又怎能不拼命的男道女仓 拼命的盗用公款窃具国库呢 所以其他阵营的 比如说国民党你们要是想只用 绿色就是可以被原谅的颜色 这句话就想要让民进党自己觉得羞愧 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自己就可以反省的话 那我只能劝你们说省省吧 因为支持民进党这群老百姓 他们才是一群完全不知反省 完全双重标准 完全只会怪别人 不会反省自己的白痴畜生 所以呢针对民进党是没有用的 因为台湾大部分的老百姓 尤其是支持民进党的那批白痴年轻人 他们平常最喜欢听的就是男道女仓之事 最喜欢做的也是男道女仓之事 要不然为什么网路上只要是满口脏话的 或是肉胸肉奶肉屁股的网红 这些年轻人他们给他的点阅率就是上百万 更不要说这些人里面有一些男的根本就是盗贼 而女的就是仓妓 但是呢这些年轻人却支持这些盗贼跟仓妓 进入国会到了国会议员 甚至于进入总统府当了总统 不信我就秀一些民进党他们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所干过的一些男道女仓的事情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新闻跟图片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并没有胡说八道 但是呢我要讲的重点还不是这个 而是当这些人干的这么龌龊这么见不得人 这么下奸无耻的事情以后 他们居然还是可以继续连任或是当选国会议员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之前所讲的 支持民进党的你们这批人 是不是你们就是喜欢这些男道女仓的事情 要不然为什么这些人干的这么男道女仓的事情 还是可以顺利的当选国会议员 那大家听我狂骂到现在是不是也会质问我说 不就是民进党几个小小的国会议员干的小事吗 跟蔡饭桶应该没有什么大关机才对吧 其实大家错了 谁说跟蔡饭桶没关系 跟蔡饭桶的关系可大了 因为就蔡饭桶的白痴的眼光 怎么是台湾这些小小的国会议员能比的 他不做哲宜 他要做就做大的 而且是国际的 我们就可以看他从今年上任以来 他干了多少狗屁道招难道女仓的事情 从一开始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他来台湾强迫台湾人吃吃肉精 到接下来的捷克议长 他来台湾说了一句 我是台湾人 然后就骗走了台湾 5万条口罩的生产线 再接下来听说 又是什么美国的国务吃鸡要来台湾 这次真的不晓得台湾人又要付出什么代价 照理说你蔡饭桶身为台湾领导人 你要做的应该是把台湾的生活顾好 把老百姓的生活顾好 让台湾这个地方生活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希望 但是你不是 你根本就没有把台湾当成一个 你自己的家来经营 而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妓院 当成一个青楼来经营 你蔡饭桶就是一个国际大劳保 你自己没有办法卖身 也没有办法卖艺 但是你就把全台湾老百姓利益都卖了 不但卖了 而且呢 还让这些国际嫖客来台湾 吃干妈净以后 一毛钱都不付 不但不付 居然还要堵死全台湾的人 你蔡饭桶根本就不配当台湾的领导人 你只配当国际的诈骗犯 或是一个国际劳保 所以说到这边 大家了解了吧 绿色是被原谅的颜色吗 当然不是 绿色这个颜色在民进党的代表 只有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道女仓的意思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